中国过去有句话 人生如梦 转眼就是百年 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不要执着在人间的这点点时间 我一定要怎样怎样 你又能怎样 一觉睡醒已经不知身在何方 说不定一觉睡醒已经轮回在畜生道 变成一个动物 到那时再后悔 一切都无法改变了 这是很可怕的 轮回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我们现在一觉睡醒 有时在病房里 或者是在房间里 有些人一觉睡醒就天各一方 亲人都见不到了 有些人打个呼噜就走掉了 过去有两个很胖的人 睡觉把婴儿就放在两个人中间 早晨一觉睡醒 发现晚上翻身时 已经把小孩子压死了 这就是轮回 师父还说 而且欠他的 下辈子小孩还会来问你要债 再把你压死 圆圆相报 何时了 解脱 超脱 赶快跑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夏日有缘 喜闻佛法 金秋病欲 法喜充满 我已步入知天命之年 在逢生日之际 洗入心灵法门 在这既短暂又充实的四个月里 学习佛法 如同这金秋的到来一样 收获满满 树果累累 分享一 学佛后明因果 是恩怨 一切云淡风轻 从前的我敏感脆弱 爱较真 凡事想不开 放不下 对伤害过我的人 总是心怀芥蒂 通过念经 以及学习白化佛法 我尘封的心 慢慢打开了 把那些积压在心里 多年的怨恨和仇恨 统统清理干净 心放空了 人也轻松了 遇到事情就想想 白化佛法中 师父讲的那些道理 即佛言佛语 什么事情都要看淡 看清 放下 感恩分享 分享二 三十多年的顽固性便秘 和脚后根开裂 通过许愿 念经 神奇痊愈 我的便秘 从高中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不吃排便药 十天都上不了一次卫生间 有位中医说 我这便秘 永远不可能根治 有段时间 我吃两种麻人丸中成药 我身边的人说 这不是老年人才吃的药吗 近两年 我一直吃网上流行的一种药 我高中同学的老公公八十多岁了 每次才只吃半粒 而我每次必须吃两粒 才能顺利如策 学习心灵法门十天 我就许愿吃全素了 每天早晚上相识 我都跟菩萨祈求 愿意拿出吃全素10%的功德 用于治疗我的便秘 吃素三个月 一直困扰我的便秘 神奇痊愈 我现在已经不用再吃药了 每天两次轻松如策 内心的喜悦 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本来以为 自己吃排便药 需要吃到生命终结呢 感恩菩萨慈悲 感恩这么殊胜的心灵法门 救了我 我年轻时 脚后跟一年四季 总是很粗糙 开裂 严重时甚至出血 走路都疼 每月至少开裂一次 或两次 自从修学心灵法门到现在 马上四个月了 脚后跟再也没有开裂过 比以前光滑了很多 分享三 学佛后生意越来越好 最近二十多天 在我的品牌折扣店 下单的顾客大增 以前从来没下过单的客户 都有下订单 有一位顾客 一连下了二十多单 还有好几位都是新顾客 学佛修心 让我学会了做人 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 真是感恩 观世音菩萨 八月份 我度了四位有缘之人 其中有两位 是我的高中同学 是癌症患者 希望我同学通过许愿 念经 放生 学习白化佛法 身体能够慢慢地好起来 现在的我 每天法习充满 信心百倍 耳听为虚 亲身体会为实 今天 我真是不虚的现实 摆在眼前 学佛念经后 不仅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 都治好了 生意也兴隆起来 心灵法门太灵验了 我发愿 一定要好好学佛念经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菩萨加持 期中考试 我想观世音菩萨 忏悔自己做错的业障 如果上辈子 没有欠那么多情债 也不会被灵性 凌辱到生活困难的境地 因为严重的忧郁症 导致拖延症 每次考试 一定要拖到 考试前一天才复习 复习不完 清急之下 求菩萨开恩加持 母亲为我烧送了小房子 我自己许愿现身说法 考试的时候 明显感到菩萨加持 即使很慌张 也尽可能写出来 答题的步骤 尽量多拿分 虽然精疲力尽 答案有所疏漏 但我很清楚 如果没有菩萨加持 极有可能无可救药 好好学习 也要好好学佛 出世法和入世法 是一不是二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在春秋时期 齐国的丞相 叫燕英 他有一位车夫 叫吕成 吕成呢 不仅驾车的技术 非常的好 而且人长得高大 威门 因为是给丞相 驾车 旅程的心里 常常有一种优越感 这让旅程呢 在别人面前 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这一天 旅程回家 看到妻子 正在收拾衣物 说要跟他 离婚 旅程非常的奇怪 询问到底是为什么 原来 这一天 旅程 驾着马车 从自己家门口经过 妻子看见丞相 燕英 坐在车上面部表情 非常的谦和深沉 一副甘居人下的谦卑态度 而自己的丈夫旅程 虽然只是一个车夫 却趾高气扬 不可一世的 驾 妻子说 燕英 贵为丞相 谦虚谨慎 就连平时老百姓 他对他们 都是尊敬有加 而你只是一个 为丞相 驾车的车夫 却常常 看不起这个 瞧不起那个 如果你今天 不把你的高傲的头 低下来 估计 你也不会有好下场 与其将来 陪你上刑场 不如现在 我们早点分手 以后还能保住 亲家的性命 旅程一听 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向妻子保证 以后我再也不干这样 自此旅程就变了一个人 工作兢兢业业 谦虚谨慎 对别人尊敬有加 赶车的时候 头也不昂得那么高了 燕英很快地发现 他的车夫旅程的变化 就询问 就询问 原由 燕英 得知实情之后 对旅程 看高一筹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燕英觉得旅程的品质 才能 已经能独当一面了 便推举旅程 成了大铺 就相当于现在的文石高官 自此旅程从一位驾车的人 变成了一位坐车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低头并不是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而是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 也许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地出类拔萃 但不要忘记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时时不要忘记 要低下自己的头 保持谦卑的态度 踏踏实实地做事 反而让别人更高地看中你 真正的成功者 就算低着头 他也会有光芒 一样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敬佩的 感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人间乃是轮回处 调节心态 心做主 六道轮回不由己 严守五戒 深口意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